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屆美國總統大選當中 有關於點票機的爭議是極為嚴重的 尤其是當在密歇根州其中一個點票站那裡 有共和黨的監票員察覺得到 明明有最少6000張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就算在拜登身上 這件事確實存在 就算是密歇根州官方的點票中心人員都確認了 自從這件事曝光以後 在美國其他選舉的爭議州 都有報稱出現這個現象 在今天來自德州選區的 美國共和黨籍眾議員郭麥特 就爆了一件非常重磅的猛料出來 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 根據他所收到的可靠線報顯示 有一家西班牙的點票機公司叫做塞特爾 他們在編制今屆美國總統大選數據的時候 有著令人信服的證據證明得到 偷換選票的選舉舞弊行為確實存在 而這位郭麥特眾議員還提到 說美軍已經在德國 扣查了這家塞特爾公司的伺服器 這家塞特爾公司 原來在全球 有超過550個選舉部門當局 選用他們的點票機系統 在說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這位郭麥特眾議員 其實還有補充到 就說從塞特爾公司 所收集到的數據 將會輕鬆地確認得到 究竟有多少張投給特朗普的選票 就是偷走了 變成了投另一個黨的候選人 即是說拜登 那究竟郭麥特眾議員 現在提出這麼嚴重的選舉舞弊行為的指控 是堅益還是留的 當然有些人會出來說 現在他說的是片面之詞 究竟有沒有經過核實 有沒有fact check 如果這位郭麥特眾議員 所說的是真實無誤的話 照計美軍方面 在扣查相關事服器以後 肯定會將相關的資料和情報 遞交給特朗普 到最後 如果這些指控真實存在的時候 肯定會作為一個呈堂證供 交給法官去審理 如果到最後這件事真的出現在法庭的時候 我可以判斷是真的 因為在法庭上作假證供 就是違法行為 好了 就算到最後 如果這些數據 或者情報 竟然在法庭上見不到的時候 都未必證明得到這件事 必然是假的 為什麼呢 因為可能幕後真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利益勢力 都要把相關的證據和情報壓下去 都不出奇 但是起碼來到說 這位郭麥特眾議員 他就是實名地公開地作出相關的指控 而且 他是一個具有德國裔背景的人 他收到來自德國方面的可靠線報 可信程度又會大一點 而且他作為一名的公職人員 這樣去作出指控的時候 其實也是把他的公信力壓上去 所以你說 這個說法 究竟能不能夠核實些什麼 最起碼來到說 他就不像某一些媒體那樣 引述一些匿名的所謂消息人士 就說特朗普就快跟梅拉利亞離婚 那樣 那些究竟是文藝創作 還是真有其人 都是未知 但起碼現在這個郭麥特眾議員 就是真有其人 而且是公職人員 是民選的民意代表 那麼他起碼在政治上 就有一個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最起碼他就不是街邊 不知道哪一個貿易在亂吹水 如果說要核實 就只能夠說到這樣 如果你問我 喂 郭麥特眾議員這個說法 是可不可信呢 我就認為 最好都是提交給法院來審訊 如果這位郭麥特眾議員 他是有證據的 因為他說有可靠的線報 那麼他就可以提交一份 給特朗普的律師團隊 又或者如果他這個說法是真的 的時候 美軍都會主動提交情報給特朗普 所以 就不需要擔心 他說的是假的 尤其是在做評論的時候 就更加不應該把政治立場 凌駕了一些客觀的事實 就不應該因為自己要支持拜登 所以就對於那些凡親提出選舉舞弊行為指控的人 就說他說的事情是沒有證據的 又說要核實的 這樣 換轉回香港的情景 有些媒體他們都揭發過 在有些屋裡 竟然存在著十幾個姓氏的選民 搞到好像72家房客這樣 又例如說 在一些老人院或者是鄉村 往往就有些長者是被安排了去投票 在首長那裏寫的號碼 就俗稱叫做掌心蕾 又例如 有些票站竟然間 經常都有一些旅遊大巴 一車這樣 車一些人去投票 有些媒體都拍了出來 當大家看到相關報道的時候 當然不會第一時間起降 那些報道所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都是片面支持 不會這樣說的 當然會第一時間打開報紙 閱讀一下 究竟人家提出什麼指控 那有哪些人會第一時間 撲出來說是假的呢 就是那些藍絲的評論員 所以 正如現在美國有這個情況 沒理由第一時間 都說出來叫人家 是核實什麼的 那些人是實名舉證的 接下來要說一下 在特朗普的律師團隊當中 有一位非常之著名的律師 叫做Lin Wood 他在Twitter上 有轉載到 郭麥特所提出的消息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拜登和他的親戚們 今晚肯定會睡不著覺 拜登有可能不記得 這個蔡特爾的名字 但是他的同謀 肯定會認識這個名字 他們也會知道 這家公司在10月20日的時候 已經被收購了 一切的謎底很快就會揭開 另外 這位Lin Wood還說到 說相信特朗普其實在11月3日的時候 已經贏得歷史性和壓倒性的勝利 他就說 請特朗普的支持者要耐心等待 拜登永遠都不會成為美國總統 相反 他和很多人一起 將會成為街下巢 這位Lin Wood律師 他在接受一家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被主持人問到他 實情 你所提出的選舉舞弊指控 都很難來核證 因為對家有可能把假票 混入真票當中 究竟是甚麼令到你這麼有自信 是相信特朗普一定會取勝 這位律師就說 其實原先特朗普在那些關鍵的搖擺州 明明大幅領先拜登 但是從點票那晚半夜開始 有些人就製造了幾萬張 甚至乎是幾十萬張的假票 然後主持人就問他 你所說的這些會不會上庭 他就說是會的 但是他就認為 就算去到最後 都不一定會由法庭來解決 因為美國人民 對於今次的選舉情況是完全理解的 有些人就想蝕國 但是至今都未能得請 故此 美國人民將會作出他們認為應該做的決定 這位律師他所說的說法 就真是內人尋味 他說未必是可以由法庭來解決 那麼究竟他這個說法意味著甚麼呢 是不是真的靠很多選舉訴訟入品到法院的事 一直到12月8日這條安全線都未能解決的時候 就使得某些州產生不到選舉人呢 是不是會走這一套的方向來行進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 但是我之前也有提及過 特朗普一早就已經做好了三部曲 來確保選舉舞弊的行為是不能夠得請的 但是首先來說就是要那些各級法院 先受理了相關的訴訟 昨天有一宗消息對於特朗普都相當不利 就是有兩宗的訴訟竟然間在州法院的層次被他來審理 被駁回了 那我就認為其實特朗普的團隊都要檢視一下 究竟相關的律師 他是能力上哪有所不濟 還是官偏頗呢 如果是那個律師不行的話就換了他 或者那個律師根本上不可靠的不可信的就換了他 當然如果是那個官偏頗就沒得救了 當然不是只有一宗半宗案來審 事實上又真的有非常龐大的法律訴訟還在來 唯有期盼公義能夠得到及時的彰顯 因為這個遲來的公義雖然都會還得到特朗普一個公道 但是就未必能夠改寫得到今次的選舉結果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